名媛圈有很多名媛比女星的话题还多,她们不是女星却胜过女星,比如张晓慧,毛玉萍等,她们都是顶级的名媛,在娱乐圈也是游刃有余的,与很多大牌明星都是好朋友。 毛玉萍可以说是名媛中的神话,她认识了周正义之后,两人携手致富录,成为了上海的首富。不过比起两人的致富录,大家更为津津乐道的是毛玉萍打小三的事件。 周正义是一个花心的人,她与很多女星都有过绯闻,曾与杨公如在餐厅吃饭被毛玉萍赌道,直接一巴掌打了杨公如,杨公如因为这件事情抑郁寡欢,最后决定退出娱乐圈。 1995年19岁才刚上大一的杨公如就参加亚洲小姐的选拔,没想到最终一举获得了亚洲小姐冠军,最上镜小姐,一人一票奖,最具人员加力奖四项大奖。 杨公如也被外界称为史上最美的亚洲小姐,美貌惊艳一时。 一次她在一家餐厅内,突然遭到了某位女士的耳光,并被骂到你竟敢搞我老公。 回顾当年自己被打的情景,杨公如说,我当时站着没动,也没有想过还手,只是站着。 之后半个月她没出门。 在周正义被捕后,她也灰溜溜地搬出了豪宅。 五年后,杨公如终于公认当年自个是小三,宣称当年介入周正义同毛玉萍之间,是男方以甜言命语诈骗自个,所以错的是男方不是自个。 我按下周正义被创行的事情。 碾 doctor,小眼睛是以为捕捉的确认。 失败,情报道。 前面是小姐,你受了扫明意语诈骗自个人。 7月曜明原段。 就是今宣称时为忍汝通,我正在以实际,则什么是什么? geven你再给你两个月,什麽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